健康2.0,你可以,日日是好日 6月8日世界海洋日World Ocean's Day 世界海洋日,是联合国为唤醒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和保护 在2008年12月决议通过,希望人类能更严肃面对海洋生态污染破坏等问题 海洋占地球表面72%,是地球最主要的生态系之一,更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从人类生存角度,海洋资源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 于是蛋白质来源之一,全球有32亿人口依靠鱼类作为基本蛋白质来源 因此不论气候暖化和海洋生态护育的环保层面 从粮食供应的角度,当养活属10亿人口的海洋资源受到破坏而消失 海洋保护是一个需要正式的问题 对于一般人,如何守护海洋? 最简单的方法,是先认识你餐桌上的鱼 认识鱼的名字,了解它的生命周期 例如,少吃黑尾鱼,少吃莫仔鱼 尤其莫子鱼不知不觉就吃掉了海洋生机 生活习惯改变,有越来越多垃圾涌进大海与沙滩 使不少生物因此物食,受困或是窒息而死 联合国呼吁,改变从你开始,在生活中尽量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 最好也要循环利用,一起为自己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心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